大家好,今天要说个故事 跟阿嬷去卖扫帚 阿嬷是闽南语当中奶奶或是婆婆的意思 而扫帚就是扫把 这是作者在纪念60年代台湾农村 有很多的妇女都自己做扫把 拿到市集去卖一贴不家用 做扫把没有这么容易哦 首先要剪草,也就是剪稻草 将每一根稻草上面的外皮 要用梳子梳个好几次,把它梳干净 只剩下细滑坚韧的稻杆 这就是制作扫把最基本的材料 而在梳稻草外皮的时候呢 经常手指都会红肿甚至流血 这是作者记忆非常清楚的一个部分 每一根扫把呢 它都需要一根竹枝和五根稻杆 才能够绑在一块成为一根扫把 除了手指会流血之外呢 另外就是作者记得 小时候每一次阿嬷只要卖完扫把 就会变得非常的慷慨 会买点心给作者吃 有一天作者要求阿嬷带她去卖扫把 阿嬷带我去好吗 阿嬷终于答应了 当天晚上兴奋地睡不着觉 可是又很担心 明天会不会下雨呢 扫把会不会迈不出去呢 第二天起来天气真好 晒谷场上有62只扫把 阿嬷把这62只扫把全部绑在扁蛋上 一肩挑起大步向前走 我也就大声地喊 卖扫帚哦 阿嬷说 公孙啊 傻孙子 这里大家都会做扫把 谁要买呀 我们呢 要到很远的村子里去卖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在隔壁的村子卖呢 因为上个星期 阿嬷婶已经在附近的村子卖过扫把了 所以这一次我们得要走比较远的村子去卖 等我们走到了比较远的村庄之后呢 买扫帚 来买扫帚哦 阿嬷扯开喉咙大喊 她的声音就像展翅老鹰划过田野 吸引了许多的婆婆妈妈来买扫把 来讲价钱 当然也来聊天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了非常熟悉的叮铃铃当的声音 买扫兵哦 扫兵就是闽南语 兵棒的意思 我听到卖兵棒叔叔的声音 他有红豆兵 有芋头兵 还有凤梨兵 我听着他卖 可就没见到他的人影 我和阿嬷又在许多的村庄卖扫把 最后只剩下一只扫把 这个时候我又饿又累 阿嬷肚子好饿 我们回家好不好 阿嬷沉默地走着 忽然回头 用严厉的口吻说 你看过我没卖完扫把就回家吗 没有 我从来没有看过扫把回家 不管走多远 阿嬷一定是卖完扫把才回家的 前面有棵大榕树 阿嬷就带我去大榕树下休息 这个时候我又听到叮铃铃当的声音 卖冰棒的叔叔终于出现了 他和阿嬷闲聊着 这个时候我轻轻拉着阿嬷的衣角 小声地问阿嬷可不可以吃冰棒啊 就在这个时候 卖冰棒的叔叔站了起来 他打开冰桶 我仿佛看到了一阵彩色的冰烟 像孔雀般地飘了出来 接着他就取出了三支冰棒 两支递给阿嬷 阿嬷推辞 后来就说 这样吧 这个扫把就给你 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安安静静 吃着冰棒 吃完了之后 卖冰棒的叔叔站起来说 今天真顺利呀 幼黑的脸上露出笑容 可不是 当他把扫把绑在冰桶上 骑车离去的时候 那悠闲的背影 就好像车子后面 载了一只漂亮的孔雀